这期继续讲女婿第二十篇,看清胖老怪的身影后,张国金一路冲撞,甚至撞倒了不少玉米杆,但他顾不上踩坏的玉米杆,比起庄稼,抓住人贩子更要紧。 胖老怪似乎也看到了张国金的身影,一转身,向着更深处跑去。 之前村里抽出那么多村民都没能发现人贩子的踪迹,现在好不容易发现了,张国金哪里会让他跑脱。 想跑,看我不捶死你。 胖老怪往深处跑,张国金就往深了追,势必要把人贩子抓住。 跑啊跑,迷了方向,胳膊上,脸上到处都是被玉米叶子拉出的伤口。 跑了多久他已经不记得了,一心想着把人贩子抓住。 很奇怪的是他以为人贩子会往别村的地里跑,但是没有发生那样的情况。 这个胖老怪似乎在有意耍他似的,带着后面追赶的张国金在这片地里都起了圈子。 地里不知道有多少玉米敢被踩断,能看出去的视线也跟着变得好起来。 张国金紧咬着前面逃窜的胖老怪不放。 这胖老怪看上去是个大肚子,跑得倒是不慢,还有老丈人是怎么个情况,到现在还没见村里的人敢来支援。 不能光等着村里的人,张国金只觉得胸膛剧烈地响,口干舌燥的,但他不敢停下来一刻,生怕好不容易发现的人贩子再给根丢了。 在这么剧烈的追赶下,人贩子终于表现出乏力,速度开始放慢下来。 机会来了,张国金一攒劲又往前冲出去几十米,玉米叶子瞬间拉伤了眼皮,他顾不上眼角传来的痛感,紧紧追着人贩子。 近了,十米,近了五米,三米,两米。 张国金一个飞身,把人贩子牢牢地压在身下。 总算把折腾杨家庄的人贩子抓到了,这段时间可把乡亲们给折腾得够呛。 张国金整个身体牢牢地把人贩子压在身下,一边喘着粗气,一边狠狠地拿拳头往人贩子身上招呼。 揍得那胖老怪抱起头,就是那家伙戴着黑丝巾,要不然能看到对方因为挨揍而痛苦的表情。 尽管看不到对方的表情,听着对方的痛哭狼嚎也是痛快的。 今天非要把这个人贩子的牙给打掉不行。 还敢喝血,我让你喝。 还敢吃小孩,我让你吃。 张国金每说一句,都要往对方身上捶一下。 胡子呢,赶紧把胡子交出来,我还能饶你一条狗命。 别打了,别打了国金,实在太疼了。 疼。 张国金攥紧拳头,恨恨地说道,你还知道疼,胡子要有个三长两短,我要你狗命。 鬼天气热的,跟火炉炙烤似的,动一动浑身都是汗。 在玉米地里风跑了一圈,早已湿透了汗衫,满脸汗水,加上眼角被玉米叶子割了一道,只觉得眼睛又色又疼。 张国金举起的拳头正带杂趣,忽然又停在半空。 你,你刚才是在叫我?你知道我名字? 张国金惊坏了,他用力甩甩脑袋,把满脸的汗水甩出去,紧紧眨了下眼睛,想看清眼前被压在下面的人到底是何人。 可对方戴着黑色的丝巾,压根看不清对方的长相。 国金,是我,你别打了。 这声音太熟悉了,张国金快速想了一下,好像想到了什么,他迫不及待地扯掉对方的脸金。 等看清对方的长相时,张国金蹭地一下站了起来,姐,姐夫。 他不可置信地一边往后退,一边呢喃,姐夫,怎么,怎么会是你? 咔嚓一下,往后退的时候,一不小心被后面的玉米杆绊倒,紧接着,玉米杆应声而断。 坐在松软的玉米地里,张国金呼呼地喘着粗气,心跳加速,比刚才追人贩子的时候还要跳得快。 不对,现在哪里还能再叫人贩子,折磨了大家伙这么久的人贩子,竟然是姐夫王永贵。 张国金一直到把气喘云呼了,都无法相信。 他走到王永贵跟前,一把将王永贵拉了起来,姐夫,你这是在搞什么呀? 王永贵吞吞吐吐的,好半天也没说出口。 我,我。 张国金冷静下来后,突然明白过来。 肯定是咱爹弄的这是吧。 姐夫这么老实芭蕉的一个人,要不是因为老丈人,他才干不出假扮人贩子的事呢。 王永贵点了点头。 那你刚才跑那么远干什么,你早点说不好了,害得你挨一顿。 咱爹说,就是让我挨打才行。 张国金无奈地叹息了一声,带着王永贵向地头走过去,心里满是疑问。 两个人走动的时候,时不时地要拨动旁边的玉米叶子,弄得哗啦作响。 现在听到这种声音,不觉得有什么。 可这段时间,这种玉米地的哗啦声响,简直是村民的噩梦。 张国金闷着头走在前面,胡子呢? 他,他在家里梁刚躲着呢。 张国金立马停住脚步,紧跟在后面的王永贵一个亮枪,差点撞了上去。 张国金看着姐夫想问点什么,张了张嘴,还是没问出口。 他心里已经了然明白了,这几天老丈人一家都很不对劲,胡子明明被人贩子偷走。 按理说,老丈人和大姐早就着急得不行了,可两人压根根没事人一样。 要不是因为要让出庄家地建学校,再加上找被偷走的胡子心切,他也不至于乱了方寸。 仔细想想的话,肯定会觉察出老丈人的不对劲。 张国金不发一言地继续往玉米地外面走去,王永贵像个做错式的孩子,也是不发一言地跟在后面。 走了好长时间,才走出玉米地,看来刚才追人贩子一下子追出去好远。 张国金看着地头上等待的老丈人,顿时露出苦笑,果然,老丈人没有去喊人。 上前一步,张国金皱紧眉头问道, 爹,你这是整的哪一处,村里想抓住的胖老怪,怎么会是姐夫? 杨老怪没理他那一查,上去拉住大女婿的胳膊,查看了一番,不满地对二女婿说,你看你,咋个打这么狠? 我? 张国金极度无奈地说,我哪里知道是姐夫,我还以为是坏人呢? 打姐夫是为了让姐夫交出胡子。 哎呀,这都什么跟什么呀,什么叫姐夫交出胡子,全都乱套了。 张国金嘟囔着说,很快,他又想起一个人,对了,那黑老怪还没抓到。 当他看着老丈人问的时候,当即一拍脑袋,呵,这黑老怪肯定就是爹你了。 孩子们口中传的黑老怪是个老头,瘦瘦的,身形,年龄不正和老丈人一致吗? 昨晚在大家伙都以为胡子被偷走的时候,胡子藏进了家里的粮缸里,所以是找不到胡子的。 看来,胡子也知道他爹和爷爷是这段时间地里人贩子的事。 大姐杨玉兰也知道,肯定知道。 一家人都知道,唯独他和白哥不知道。 那姐夫呢?他和白哥在老丈人家里一夜,都没有见到姐夫回来的身影,肯定没有铜胡子一块藏进粮缸里,因为他一整夜都没怎么合眼。 姐夫要是一大早扮成胖老怪去了地里,他是会发现的。 杨老怪对大女婿关心地问道,在玉米地里藏了一夜,没少喂蚊子吧。 王永贵老实地说道,不碍事的爹,为了胡子,也为了国金,这不算啥。 原来姐夫早早地就躲到玉米地里了,怪不得呢? 可是老实巴交的姐夫怎么就跟老丈人做下这种荒唐事? 荒唐,简直是荒唐。 爹,你和姐夫为什么要假扮人贩子? 你们不知道杨家庄的村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? 还有那些孩子都不敢去上学了。 这段时间,杨家庄的每个村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。 张国金到现在都没办法相信,人人恨到骨子里的人贩子竟然是老丈人和姐夫,他更想不通老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。 杨老怪冷哼一声,那是他们活该,不识点阴照,不让上学的孩子害怕,他们哪里会愿意在村里建学校? 这话一出,张国金算是彻底明白了老丈人的荒唐行为。 只是,老丈人为了让那些异性村民同意建学校,用的方法也太极端了,吓坏了多少孩子。 但从另一方面想,老丈人这一通搞下来,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。 消极派的异性村民从不同意建学校,到最后愿意建学校了,那这是老丈人的功劳。 张国金想说点指责的话也没能说出口,老丈人虽然用了恶劣的手段,但起到的效果却是很明显,和那群异性村民好说歹说又不起作用。 杨老怪看着不吭气的二女婿,颇为自得地说道, 现在,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三个月后一定办成这事了吧? 三个月后玉米长高了,藏在里面看不到人,正是上学孩子会害怕的时候。 是,是办成了,老丈人没有撒谎,消极派的异性村民也同意建学校了,那人贩子的事又该怎么处理? 因为胡子被偷,大家伙可都等着准备对玉米地再来一波更强力的搜寻呢。 甚至昨天大家伙一致决定,必须还得恢复成原来的蹲守时间,日夜不停地守候在地头上,保证不能谁家再有孩子丢失了。 现在那些异性村民也同意建学校了,老丈人和姐夫假扮的人贩子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,恐怕大家伙又要白忙活一场了。 以前不也是白忙活吗?就算杨家庄几千口子人全都出动,也是抓不到人贩子的。 因为在你抓人贩子之前,杨老怪就已经提前得知到消息了,那他傻呀,再跑到玉米地里扮成黑老怪等大家伙去抓他。 张国金以为这件事就算宣告结束了,他也准备告诉大家伙不要再去抓人贩子了。 可是怎么跟大家伙去说,他还需要好好地琢磨一下。 直接说人贩子被他撵跑了,大家伙会相信吗? 不管相不相信,反正以后是不会再有人贩子出现了,不相信,也会慢慢地相信了。 但杨老怪接下来的一番话,才让他意识到,这件事只是刚刚开始,并没有结束。 老丈人绕着大女婿转了一圈,正当张国金以为老丈人是在查看姐夫身上的伤势时,张国金说道,姐夫,你没事吧? 我刚才下手太狠,要是知道是你,也不会。 刺来一声,出人意料的,老丈人竟然把姐夫的衣服给撕烂了。 爹,你这是? 张国金心里无奈地叹口气,想让我给姐夫买新衣服,也不至于把衣服撕烂了吧。 杨老怪自顾地把大女婿的衣服撕烂,又从地上抓了一把你往大女婿胳膊上抹了一下。 看着老丈人的操作,张国金又不理解了。 国金娃子,来,把你姐夫的脸巾给系好,系结实,省得待会被人家认出来。 张国金提出疑问,为什么?咱直接走出去,就好了,谁也不会知道那人贩子是姐夫的。 还有,爹你,不带黑脸巾还好,一带上黑脸巾想解释,也解释不清了。 那咋得行,不让人家认出来,我岂不是白忙活了? 张国金瞪大双眼,爹,你没开玩笑吧?你现在这样带着姐夫出去,蒙上了脸巾,那村民们都以为抓住人贩子了呢? 姐夫会被打死的。 甭说这段时间受到人贩子的折磨了,就是放在平时没有人贩子的时候,谁家听到哪个村里的孩子被偷走了,那也是恨得不行,都能把人贩子的八倍祖宗骂过来一遍。 可想而知,活动在本村的人贩子要是被村民看到,那姐夫不说被打死了,半条命是没跑了。 养老怪却很满意地笑出声,呵,看来你还是像着咱自家的,知道关心你姐夫,也不枉你姐夫为了一页文字,挨一顿也值了。 张国金不知道老丈人的这番话是啥意思,姐夫这么做不是为了给村里建学校吗? 说白了,那是姐夫为了自家孩子,咋又扯到了他张国金? 等会,我跟你一块出去,咱带着你姐夫满村子游行去,你千万要护好你姐夫,不能让人家扯了脸金,更不能让村民打你姐夫,听见了吧? 王永贵一直都老实,现在不是那样了,竟然有勇气了。 爹,不爱是的,等会游行的时候,免不了人多,国金也很难护住我,挨几下就挨几下了。 为了国金,我不怕疼,只要别把我的脸金给扯下来就行,要不然就白忙活了。 王永贵一边说着,一边又用力系紧脸上的黑金,往下扯了扯,觉得结实了,才放下心来。 更难得的,是他今天的话变多起来,平时是不会这样的,可口口声声说着的话,都是为了他张国金。 杨老怪带着大女婿走在前面,准备顺着地头往村里走去。 村里的人都开始起来做饭了,哪地方人多,杨老怪便准备把人贩子带到哪去。 后面的张国金愣愣地站在那,他强压住心里的不适,对着老丈人的背影喊道, 爹,你到底在搞什么? 什么叫为了我,为了我就把姐夫压到村子里,被人家打吗? 杨老怪回头,嗨啊,你咋个还在后面,赶紧跟上来,抓着你姐夫的胳膊,等会可得护好你姐夫。 张国金不为所动,爹,你不说清楚,我是没法做出这种事的。 杨老怪有些气急,你看你,咋就跟个降虑似的,我以为我老汉就够降了,你比我还降,让你咋个做你就咋个做事了,我是你爹,还能害你不成。 张国金一屁股坐在地上,反正,你不说清楚,我是不会走的。 你,杨老怪气的胡子都直了,哆哆嗦嗦地指着二女婿。 还是王永贵来解围,上前几步走到张国金跟前,脸上蒙了黑金,说出的话也显得闷闷的。 要是不知道这人是王永贵,任谁看上去都觉得是个坏人。 国金,爹这么做也是为了你,你可不能食道尽。 为了我,你先说明白咋就是为了我了,要不然,我没法安心。 王永贵叹了口气,你就是这脾气,爹才不敢提前跟你说,要不然肯定办不成这事。 我知道你心好,走得正,但咱爹说了,有时候心正不一定就被人家认可。 所以咱爹,等会带我出去,会说是你把我抓住的,这样村里人都以为是你抓住了人贩子。 你就是村里的英雄,那村里人怎么还会让一个英雄让出庄家地建学校呢? 最后,用哪块地建学校? 肯定是那片坟地了,异性村民再不同意。 可他们才占了多少人,杨家庄姓杨的才是大户。 张国金抓了人贩子,成了英雄,没理由再让人家英雄让出庄家地了吧。 最后,大家伙肯定会逼迫那些少数的异性村民让出那片坟地,来建学校。 这是一出连环记,养老怪专门想出来的,之前是没有这样去想的。 原本想着在地里假装一下人贩子,吓唬一下小孩就行,村里人顾及到人贩子,也就会同意建学校了。 可同意是同意了,也就是在昨天,那些异性村民竟然要让张国金让出庄家地来建学校,这让养老怪的计划出现了偏差。 建学校要建在二女婿的庄家地上,他没法容忍。 随即想出,让张国金把人贩子抓住,给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,那样村里人念二女婿的情,庄家地不就跟着保住了吗? 养老怪想到这个时候,兴奋得不行,连环记,嘿呀,就是诸葛亮来了,也得对他佩服得不行。 自从养老怪短暂地当了不到一年村之书时,他还没过够饮,紧接着就被拿掉,那段时间,他一直闷闷不乐地。 直到二女婿找他办学校的事,他想了这一出笋招出来,顿时死寂的心又复苏了,跳动了,跳动得还很厉害呢。 能给执拗的二女婿办事,他觉得活着才有劲。 爹,这,这不是在骗大家火吗? 你看你娃子,这咋个能叫骗? 爹知道,你心好,见不得别人做这事,自己更是做不来这样的事,但现在情况不一样,你得分情况啊。 杨老怪苦口婆心地解释。 王永贵在一旁跟着附和,是啊,国金,咱爹说,有时候做好人,人家不一定会拿你当好人,可有时候做坏人,别人却拿你当好人。 我觉着爹说得对,特殊情况特殊对待。 谁让那些村民欺人太甚? 张国精望着姐夫,戴着面巾,看不清姐夫的脸色,但从姐夫的声音中也能听触。 姐夫说,这话的时候很坚定。 没想到,姐夫已经深深受到老丈人的影响了。 杨老怪又上前说道,咋个,你还不愿意? 行,行,哎呀,你要是想当个好人,那你就当吧,把你庄家弟趁早让出来,也省得村里孩子遭罪跑那么老远去上学了。 杨老怪不再说话,一转身,背着手向着村里走去。 王永贵还没离开,他很是着急。 国精,你也知道,那片坟地压根就没啥用,就是一片乱葬岗,咱爹都愿意把坟地让出来,他们何苦把着不让呢? 庄家弟那是吃饭的,坟地能有个啥用,死了也就变成一把骨头了。 王永贵说得不无道理,坟地是给死人的,庄家弟才是给活人的。 那人活着,肯定要首先顾及到自家的活路了,死得已经死了,活的人还要好好地生活下去。 没有庄家弟怎么生活。 坟地和庄家弟选择的话,张国金也更倾向于选择坟地建学校。 在刚才得知老丈人的做法后,心里已然起了私心,可心里始终有个声音说他这样做是错的。 看着姐夫离去的背影,不大会便追上老丈人。 在他身体里,突然出现了两个小人,一个好人,一个坏人,俩人在体内打得不可开交。 最终有个人赢了,张国金都不知道赢的那个人是好人,还是坏人,只知道那人脸上带着一方黑金。 爹,我愿意去做。 两边都是高高的玉米地,经常下地的村民顺着笼沟,踩出了一条窄窄的小土路,杂草长满两侧。 大早上和老丈人来的时候,杂草上还沾着露水,现在已经干掉。 张国金压着人贩子向地边走去,后面跟着的是背着双手的老丈人。 和大女婿,二女婿的狼狈不一样,养老怪感觉浑身充满了劲。 在王永贵身上,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,撕破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屋。 而张国金也是那样的狼狈,原本白色的汗衫在地里追逐的时候,早已被汗水浸湿,整个人看起来灰头土脸的。 就是这样狼狈的张国金在离开那片庄稼地,向着村里走去的时候,先是第一个出来的村妇准备到草舵薅点卖街烧锅,肩膀上挂着粪兜子。 还没到草舵跟前呢,首先看到了从地里赶来的张国金。 那村妇定眼一瞧,顿时惊讶极了,都忘了自己出门准备干啥来着。 背着双手的老头,他认得是村里的养老怪,走在前面的张国金。 他也认得,是养老怪家的二女婿,可那二女婿压着一个人,脸上戴着黑金,他一时认不得了。 等到养老怪家的二女婿靠近,村妇冲着喊了一嗓子。 国金,那人谁啊,大早上的戴着黑金做个啥。 更奇怪的是,张国金压着那人的双手,好像是在压一个犯人似的。 张国金开口说了,一想起要说出口的话,脸上充满了尴尬, 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在向大人撒谎一样。 连着说出的话也变得结结巴巴,啊,那个,这个,这是人贩子。 说完了,心里跟着砰砰乱跳,生怕被那人家发现出他的异样似的。 可那村妇哪里还会在意张国金的异样,当即一拍大腿,惊呼出声,哎呦喝,人贩子。 真得是个人贩子。 张国金深呼一口气,是的,就是那个胖老怪。 和张国金的尴尬不一样,养老怪表现得很自然,洋洋得意的脸上,最后还不忘补充一句,是我家国金娃子抓到的。 哎呦喝,了不得,这可真了不得。 村妇奋兜子都不要了,直接扔在地上,向着村里,跑去。 一边跑,一边大喊着,快出来人啊,人贩子抓住了,快出来。 看着村妇激动的样子,养老怪赶紧嘱咐道,永贵,现在开始一句话都不能说,就算别人打到你,也不能哼出声。 过了一会,看着大女婿毫无动静,也不回答她到底听见了没有。 养老怪看着从村里涌出来的村民,急得往往永贵屁股上踹了一脚,听见了没有? 啊,爹,听见了?听见了,你咋个不吭声?不是爹你不让说一句话吗? 嘿,行行行。养老怪想气又气不起来,国金娃子,护好你姐夫了。 看着从村子里涌出来的村民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妇女们扛着份叉子,小孩们拿着石头。 这架势,甭说张国金心里跟着秃秃乱跳了,就连养老怪也是咽了口唾沫。 张国金小声地说,爹,要不,咱还是回家吧。 乌殃殃的村民带着压迫的气势,各个脸上都挂着让人恐惧的杀气。 这样的场面,张国金觉得能不能护住姐夫,真得另一说了。 杨老怪也一改刚才淡定的脸色,再怎么掩饰,还是能看出他脸上露出的慌张。 可已经到了这般地步,他只得强压下内心的慌张,绝不能让自己的连环剂在这个结果眼上出现偏差,对二女婿说道,想往后退是不可能了。 永贵,你可坚持住了。 爹,你放心,我就算被打死,也不会让他们把我脸巾给扯下来的。 王永贵倒是一如既往地坚定。 听到姐夫的决心,张国金心里充满了百般无奈,姐夫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庄稼地不被别人抢走,他还能说什么呢,只能妥协,同时,也向自己的内心妥协。 此刻,他愿意陪姐夫,陪老丈人演这一出荒唐的戏。 这样想的时候,他不自觉地站在了姐夫的前面。 村民们来到了,来势汹汹,带着势不可挡的杀气。 呼啦啦的村民,足有百十号人,也没人自发,来到跟前就把张国金三人团团围住。 那密不透风的人强,甚至张国金都觉得老丈人的这出戏被人家看出来了, 这气势也太吓人了。 没等村民们开口,杨老怪沉了沉气,提高嗓门说道, 你看你们这是做个啥,吓人呼呼的。 咋个还把我给围起来了? 咋的?告诉你们,人贩子可是我家二女婿抓住的。 你们咋个能这么对待英雄呢? 杨老怪这样说,是为了让村民加深对张国金的印象。 那就有村民喊了,杨叔,你别误会,我们是怕人贩子给跑了,所以才围起来的。 不止张国金常舒了口气,杨老怪也是跟着松了口气,没有人看出他的计策就好,要不然老脸可算丢尽了。 现在压力全都到大女婿身上了,他心里默念着,永贵啊,你一定要坚持住,万不可发出声音啊。 要是被村里人知道是他和大女婿假扮人贩子,恐怕以后村里就没他说话的份了。 好在村民们没有看出,这么强大的威势也不是针对他杨老怪。 那就好,那就好。 杨老怪连声说道, 村民们知道是张国金抓住的人贩子,对待他的态度也很客气。 国金,你别站在人贩子前面,你先去旁边站着,把人贩子放在那里就行,省得待会帮你一身血。 村民们绝对是出于好意,没有半点点张国金走的意思。 义愤填膺的村民恨透了这段时间折磨他们的人贩子,当即对人贩子那是恨不得乱棍打死。 事实上,他们也正是准备这么做,才让张国金离远一点。 村民不这样说还好,一这样说,张国金心里更担心姐夫的安危了,可老丈人已经安排过,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扯掉姐夫脸上的黑金,要不然老丈人的声誉算是彻底完了。 围成一圈的村民指着人贩子议论个不停,这就是那胖老怪吧,瞧那肚子大的,吃了不少小孩吧。 哼,等会就让他全吐出来,连他的黑心一块吐出来。 关于姐夫王永贵的大肚子,连张国金都觉得疑惑,也没多长时间没见姐夫啊。 以前的姐夫虽然也有点大肚子,可也没有这么大,是不是大姐怀孕,姐夫也跟着吃了不少好吃的,老丈人家的伙食就是好。 刚才在路上的时候,他还问过,姐夫的肚子咋这么大了? 王永贵回答说,肚子里面有东西。 掩门前可不是考虑姐夫大肚子的问题,张国金伸出双臂,对着面前村民说,那个乡亲们,人贩子已经被抓到,我这就和我老丈人一起把人贩子送到派出所去。 大家伙还是赶紧回去做饭吧,吃完了饭好让孩子上学,玉米地里保证没有人贩子的身影了。 两个人贩子都在这呢,孩子们上学的路上就是想遇到也遇不到了。 张国金显然低估了村民的决心,好不容易抓到人贩子,他们岂会那么容易放过人贩子。 想送到派出所也可以,得先让大家伙出口恶气,至少人贩子走出杨家庄的时候,得是横着出去的。 国金,这是你就别管了,把人贩子交给我们就行,你先回家歇息一下,看你身上灰不溜秋的,眼角也受伤了,抓人贩子的时候没少遭罪吧。 等大家伙把人贩子收拾了,再去冬地看你去,你先走吧。 一码归一码,独打一顿人贩子出口气是必要的,去看望一下人家出了大力的张国金也是必要的。 张国金心里大呼一声,完蛋了。 村民不依不饶,今天要是不独打一顿人贩子,肯定是不会罢休的。 姐夫王永贵要想不被打死,除非摘掉脸上的黑金,可那样的话,老丈人做的这一切就算前功尽弃了,顺带着败光人品。 无论如何,他都不能站到一旁去,当下里面对义愤填膺的村民,他只能好言相劝。 乡亲们,咱可不能这么做,人贩子犯了法,派出所自会处理,可咱们要是把人贩子打死了,咱也跟着犯法了。 说实话,说这话,他自己都觉得违心,后面站着的要不是姐夫,是真的人贩子,他绝对会第一个冲上去揍他一顿。 村民是了解张国金的品性的,就比如前两年杨建民的事,张国金做了一件大家都不会去做的事, 虽然大家伙埋怨他,但每个人扪心自问一下,也都知道张国金做的是对的。 但那又怎么样,有时候明明知道是在做错事,可是他们就是说服不了自己。 这人贩子太能折腾人了,吓坏了多少小孩,耽误孩子们多少的学习。 不说打死了,打一顿总不多余吧。 国金,你别说了,大家伙都知道你心好,可人贩子就是人贩子, 那跟心好不好没关系,不打一顿,难解大家伙的心头之恨。 没用,再怎么劝也没用,张国金是彻底慌了神,养老怪似乎早有预料,慌神归慌神,那也不能被大家伙发现一样。 打,必须打。 说这话的是养老怪,张国金回过头不可置信地看着老丈人,想必老丈人也是被逼到一定份上了,知道大家伙不打一顿是过不了这一关的。 那张国金还能说什么? 村民听到养老怪的指示时,早已按捺不住的双拳纷纷招呼了上来。 一时之间,场面开始乱了,张国金都被挤到了外面,是有人怕伤着他,硬把他拽到外面的。 人贩子姐夫被村民围了起来,透过人缝,张国金能看到姐夫已经被打倒在地,四面八方的拳头,还有长棍全都招呼到姐夫身上。 养老怪把脸转向一边,内心祈祷着。 围困在里面的姐夫抱着脑袋,紧紧地抱住,不是害怕疼而痛苦地抱住脑袋。 是因为姐夫怕被村民扯了脸上黑金,在这么多拳头的招呼下,他只能不断地通过扭动身体,来让身上好过一些。 望着这一幕,张国金痛苦地闭上眼睛,心里在做着一番斗争,哪里还需要斗争? 在睁开眼的时候,他不顾一切地冲进人堆里,硬生生地挤开人群,像在玉米地里一样,把姐夫紧紧地护在下面。 很快地,那些拳头不长眼似地往他身上砸了上去,这一刻,他切实地体会到村民的拳头有多重,他也体会到在玉米地里砸姐夫的时候有多疼了。 村民有用拳头的,有用棍棒的,就差直接用铁叉子叉死了。 终于有村民发现出不对劲,围上来的人太多了,乱糟糟的。 停停停,别打了,国金在下面。 他娘的,打错人了,怎么打起国金来了? 听到有人大声扎呼,抡拳头的村民这才助手,猛地一看,确实是张国金。 嗨呀,你们咋没看好国金,真是的,咋把人家国金给打了? 压在人贩子身上的张国金没有起身,他趴在姐夫身上一动不动,不是被打的,是他觉得愧疚,真不该跟老丈人做这样荒唐的事,害得姐夫被打成这样。 尽管姐夫挨了村民的毒打,可他自始至终都按老丈人嘱咐的那样,死死地护住脸上的黑金。 看到大家伙停手,杨老怪赶紧出来解围说,行了行了,我看大家伙打也打了,气也出了,总不能真得把人家打死吧。 再说,你们可莫要忘了,国金娃子只是抓住一个胖老怪,可还有个黑老怪没被抓住呢。 黑老怪? 对啊,刚才一听到张国金抓住了人贩子,光顾着想打一顿了,经杨老怪这么一提醒,大家伙才猛然想起还有一个黑老怪呢。 国金,你在哪儿抓住的这个胖老怪,跟我们大家伙说,我们去抓黑老怪,抓过来再揍一顿。 杨老怪听得身体一颤,他刚才可是见识到村民的威力了,要不是大女婿年轻体壮,放在他这把老骨头身上,肯定是撑不住的。 没等张国金回答,杨老怪赶紧接过话说, 哼,你说得简单,人家不跑,还等着你去抓啊,你们都不知道,抓到这么一个胖老怪,国金娃子费了多大劲,你瞧瞧他身上有一块好地方吗? 确实没有好地方,可村民刚才光顾着看胖老怪了,没注意张国金身上有伤,难道不是刚才打的吗? 但杨老怪说是抓人贩子的时候受的伤,那村民不怀疑了,也不想去怀疑了。 张国金这是给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,英雄有点伤,那是光荣的勋章。 所以啊,我和国金娃子赶紧把人贩子带走,你们要是真的把他打死了,万一黑老怪回来报复,你说咋个办? 啊,你说?还是你说?杨老怪对村民说道。一听黑老怪回来报复,村民不吭气了。杨老怪说得有道理,现在只抓到一个胖老怪,万一黑老怪回来报复,那孩子还是没办法上学。 对了,上学,建学校,两件事,有村民一块想了,想的时候,又想要在哪里建学校呢?张国金的庄稼地。 肯定不行,哪能再用人家的地,那杨家庄的村民还是个人吗? 行,不打就不打了,反正大家伙也出气了,那把他面筋扯掉,给大家伙看看,好让大家记住这人的长相。 有个村民建议道,很快其他村民跟着附和,纷纷要求扯掉人贩子的面筋,看看把他们折腾够呛的人贩子到底长个啥样子? 杨老怪哪里会让他们扯掉,直接拦在人贩子身前?杨叔,你这是个啥意思? 有村民对杨老怪突然地这一出不解地问道。啥个啥意思?杨老怪眼珠子滴溜溜转,干瘪的脑袋迅速思考着应对的计策。 无论如何,这黑金是绝对不能扯掉的,甚至张国金都准备带着人贩子赶紧跑掉了。 很快,杨老怪想到了好主意,也不算啥好主意,只能是临时的一个说法,没办法,能说啥就是点啥吧,死马当活马医了。 面筋是扯不得的。杨叔,咋个扯不得,大家伙就是想看看人贩子的长相,以后遇到了也能认出来。 再说,记住坏人的样子,总有好处没有坏处吧。杨老怪立马接道,那坏处肯定是有的。 啥坏处?你看,这旁边都是孩子,本来孩子对人贩子就恐惧,要是被孩子看见了人贩子的长相,你再吓着孩子,那晚上不得跟着做噩梦,是不是这个理? 也对,好像是这个理,别说让孩子们看到人贩子的长相了,光是看看在玉米地的黑影子,孩子们每次睡觉都会害怕地钻进被窝。 小孩子不用说,十几岁的大孩子都不敢一个人睡觉了,非要闹着和大人一起睡。 这是看见的,听见的还有玉米地里恐怖的哗啦声响,哪一夜都没少让孩子做噩梦。 可是,可是个屁,再不把人贩子送走,黄花菜都凉了。 杨老怪有些着急,再说下去,保不齐还会发生什么事呢? 有村民疑惑地问,黄花菜?啥个黄花菜?杨老怪没好气地说,黄花大闺女行了吧,再不把人贩子送走,那黑老怪就跑到你家,祸害你家的黄花大闺女去。 杨叔,你看你。 杨老怪没心思和村民扯皮,现在的他,一心只想赶紧把大女婿带到别处去,好赶紧让大女婿正大光明地回到村里。 正准备强行把大女婿带走时,人群里忽然有人扎呼了一句。 爱爱,看,魏之书来了,魏之书想看,你总不能拦着了吧。 村里早都把张国金抓住人贩子的消息传开了,魏光明听到了消息,作为村里的知书,他更应该亲眼来看一看。 魏光明来了,杨老怪心里一紧,这下想直接把大女婿带走,看来没那么容易了。 就在他思考对策时,魏光明已经来到跟前。 在魏光明脸上表现出的神色和大家伙一样,抓住了人贩子,哪个人不高兴。 魏光明上前一步,客气地说道,杨叔,咱也俩见过的。 杨老怪此时还没想好对策,随意地应付了一句,啊,见过。 那杨叔,你和国金回去歇息吧,把人贩子交给我就行。 不行。 杨老怪当即拒绝道,魏光明这人他不了解,一时还没想好对策。 不行。 咋个不行? 魏光明很是疑惑,搞不明白杨老怪是什么意思,人贩子是他和张国金抓得没错,那也没必要拦着不交人吧。 忽然,他嘶了一声,随即明白过来,哎呀杨叔, 你是想着带人贩子去派出索妖宫吧? 你看这是闹的,是我不懂事了,不过杨叔你放心,你和国金的功劳我也一点也不会去抢的。 他以为杨老怪不交人贩子是有这么一层意思,为了打消杨老怪的顾虑,又接着说道, 相反,我还会把你和国金的功劳好好地跟上面说说,当作典型, 让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跟国金学习,当然了,在村里也要学习。 我会在大喇叭里好好宣传一下国金的英雄事迹。 他能把给杨老怪许的好处都许了,想着这下杨老怪该把人贩子交给他了吧。 结果,杨老怪还是言辞利色地给拒绝了。 无论如何,杨老怪都不能把人贩子交出去的。 到了魏光明手里,魏光明肯定会当众扯掉大女婿的脸金。 可是现在的情况,周围都是围城团的村民,眼前还有态度坚决的魏光明。 杨老怪是不能直接把大女婿给带走了,要不然肯定会引起村民的猜疑。 他在心里咒骂起魏光明,没事瞎掺和啥呀,在你的村委会睡大觉多好。 眼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连环记,就要在魏光明的到来下给漏了线。 杨老怪终于开始慌乱起来。 越是慌乱,魏光明看得越是狐疑,一旁的张国金都看在眼里,心里清楚地知道。 不把人贩子的身份告诉魏光明,他是不会罢休的,村民也不会罢休的。 那能咋个办?村民是不能告诉的。 最后的选择只能说是告诉魏光明,再由魏光明以村之书的身份去和村民解释。 想到就做,张国金不敢再耽搁,向老丈人使了下眼色,到了魏光明跟前,小声说道,魏之书,咱出去谈。 出去谈?为什么要出去谈?魏光明更加疑惑了,本来觉得那杨老怪不对劲,现在就连张国金也不对劲了。 可看着张国金欲言又止的样子,魏光明知道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,明白过来后,主动向人群外走去。 张国金跟在后面,杨老怪生怕二女婿把实情给说了出去,盲大声制止地喊道,国金娃子,可不能说啊。 张国金回过头,爹,你放心吧。 放心。他哪个会放心,魏光明是个傻人,会不会站在他这一方,都是不确定的。 他是真担心二女婿给说了出去。 担心得不行,可又不能追上去。 他要是一走,只留大女婿在这里,那村民肯定又会对大女婿拳打脚踢,再就是扯掉大女婿的面劲。 走不能走,他担忧地在原地来回躲起步。 有村民就开口问,杨叔,你看你,咋这么护着人贩子呢? 瞎扯。 杨老怪一嗓子嚎过去,我要是护着他,能让你们打他吗? 也是,可杨老怪看上去始终是不对劲。 没有太过疑惑,出去的魏光明返了回来,还向大家解释了原委。 行了,行了,大家伙都散了吧,这人贩子不能摘掉脸巾。 杨老怪明显地松了口气,虽然他不知道二女婿和魏光明到底说没说人贩子的真实情况, 可现在魏光明显然是没同意村民摘脸巾的请求,那说明魏光明现在是向着他们这一方的。 当然了,总不能因为你是村之书,一句话说不摘就不摘了吧,这么多村民在这看着,你总得给个说法吧。 刚才出去的时候,张国金如实交代了全部,在魏光明得知杨老怪这样做的目的时, 顿时明白过来,也不用张国金去请求他,不管怎么说,杨老怪弄的这出戏,也算是间接帮助了他为光明完成任务。 他和张国金的想法统一,之后的事就好办了,无非是找个说辞应付掉这些村民。 早知道,他就不来掺和了,省得现在再去和村民解释了。 也没办法,谁让张国金也是刚刚得知呢,他也就没法提前知道了。 现在时间紧迫,一时还真难以找出好的说辞,无奈之下,硬着头皮也得上。 那个乡亲们,不让你们看是有原因的。 啥个原因,你倒是说说。 杨老怪不让看,现在就连未知书也不让看了,可真是奇怪。 原因嘛,那就是,时间紧迫,魏光明确实没想到好说辞,只得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,继续忽悠道,这个人贩子啊,没大家想得那么简单。 啊,他可不单单是人贩子,据我了解,他犯的是多着呢,什么侮辱妇女啊,什么杀人越货啊。 总之,此人最大恶极,因此呢,关于人贩子的长相,在派出所没定性之前,是不能给大家看的,出于保密,希望乡亲们能理解。 你别说,一牵扯到忽悠人,他算是彻底撒开怀了。 杨老怪听得很不称心,这都啥跟个啥,咋扯着扯着,大女婿变成最大恶极的犯人了。 这魏光明可真不是个东西,静胡咧咧,杨老怪在心里又把魏光明咒骂了一通。 村民是理解了,原来是因为这,再一想,张国金这娃子不单单是抓住一个人贩子那么简单了,那抓住的可是犯了命案的罪犯啊。 那么危险的情况下,张国金还敢孤身一人去抓捕杀人犯,了不得,真是了不得。 杨家庄因为有张国金这么个人而变得自豪起来。 等张国金和老丈人出了村子,又走出好几里路远,杨老怪回头看了一眼,确定没人跟上来后,才让那个人贩子停下来。 张国金赶忙把姐夫脸上的黑金卸掉,天这么热,姐夫带着厚厚的面巾肯定憋坏了。 解开的瞬间,王永贵的脸上已经浸满汗水,猛然地放松下,身子跟着晃了晃。 张国金一把扶住,姐夫,你怎么样?不碍事,就是乡亲们下手太重了。 现在一放松下来,整个身子感到哪哪都疼。 张国金吸了口气说,姐夫,谢谢你。 谢个啥,一家人,没那个客气。 杨老怪接过话,他觉得,要说谢,应该谢谢他才对。 好了,咱也回家吧。 杨老怪看看大太阳,也觉得热得不行。 就这样回去。 张国金疑惑地问,毕竟姐夫身上穿的衣服早被老丈人撕烂了,特别显眼,村民肯定注意到了。 现在这副样子回去,那好不容易安抚下去的村民,岂不是又猜忌起来。 在村里,任何一个简简单单的谣言,到最后都能演变成几十种说法出来。 你想辩解都没法辩解,因为你都不知道从何开始解释了,百口莫辩。 那咋能就这样回去? 杨老怪信心满满地继续说,永贵,赶紧把衣服换上。 张国金懂了,一把掀开自己的衣服,露出结实的肌肉。 杨老怪看了看,白手制止,没让你跟他换。 那跟谁换? 正当张国金疑惑之时,姐夫王永贵竟然掀开自己的肚皮,露出一个布袋子,牢牢地系在腰间。 布袋子里装的是王永贵平时穿的衣服,张国金看得呆立当场。 怪不得也没多久不见的姐夫,突然有了大肚子。 感情是扮人贩子的时候,穿上现在的这身衣服,回家的时候就在玉米地里换回来。 肚子上一直都是鼓鼓的布袋子,这才被小孩子当成了胖老怪。 不用说,能想出这种主意的,肯定是老丈人了。 姐夫老是芭娇的,能跟着老丈人干出这事都算让人意外了。 王永贵身上换下来的衣服,被养老怪当场烧掉了。 看着燃尽的灰烬,张国金想,这件事是不是可以告一段落了。 老丈人一出荒唐的戏,让那些异性村民同意了建学校,让他张国金的庄稼地保住了。 这是老丈人回去的路上,一路抽着烟锅不断重复的话,连环记被他使得那叫一个庙。 直呼诸葛亮也不如他,洋洋得意而又充满尽头。 只是,关于庄稼地能不能保住的问题,暂时还不能确定。 回去的时候,专门挑了河沟的小路走,最后一个岔路口的时候, 杨老怪带着大女婿向那长得老高的两棵大洋树的方向走去, 张国金继续往前走,一直来到冬地。 先是看到了院子门口的王沈,白哥在小卖部整理货架。 看清来人是张国金后,王沈抱着小家伙小跑两步,迎上去说, 挨压国金,听说你抓住了人贩子,是不是真的? 啊?是,是的。 那人贩子呢? 王沈又问。 嗯。 送到派出所了。 真的送过去了。 王沈不相信地问。 这个,这怎么会有假? 王沈咄咄咄逼人地连声发问,让张国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。 突然,王沈大声笑了出来,白哥,我就说,国金撒谎不会撒吧, 明眼人一眼就瞧出来,要不是杨老怪跟在旁边,就国金那劲,早都露线了。 王沈,你都知道了。 张国金看看王沈,又看看白哥,是啊,白哥肯定知道了, 那王沈自然也就知道了。 刚才王沈就是在故意调侃他呢。 王沈说得对,要真是他自己带着人贩子,确实已经露线了。 王沈看上去很高兴,比村里任何人都要高兴, 别的村民高兴是因为抓住了人贩子。 王沈高兴,是因为国金的庄稼地保住了。 道插门的痛苦就在这了吧,老丈人原先不愿给地,靠着张国金的辛苦努力开啃出那些荒地,才得以养活他和白哥一家人。 就算这样,这些荒地却不属于张国金,任何人,任何事,都能把这些荒地拿出来说事。 王沈替张国金感到不公平,要是他没有跟老丈人分家就好了,可这样也说不上哪里好,不分家的话,他不会如今天这般,和张国金熟络的跟一家人似的。 这种好似亲情般的熟络,却是国政用命换来的。 傻孩子,真是一个傻孩子,张国金也是个傻孩子。 王沈由衷地,打心眼里高兴,国金,不管你老丈人做得对不对,至少最后的结果是好的。 说实话,我现在对那养老怪还真是另眼相看呢,用了坏的办法把你的庄稼地保住了,不得不说,他还没老呢。 王沈提起养老怪一脸艳羡的样子,甚至让张国金一度产生错觉,王沈年轻的时候该不会和老丈人有一腿吧。 这话他是不敢去问,也不敢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口的,要不然王沈能把他骂到嘎拉墙角里。 王沈,庄稼地的事还不一定呢?毕竟没有人说过要放弃在庄稼地上建学校的事。 不一定。我看哪,一定得很,你抓住了人贩子,给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,谁要是在惦记你那点庄稼地,甭说我不同意了。 就算杨家庄姓杨的所有村民也不会同意的。 张国金无奈地摇摇头,接过小家伙,抱到河沟那溜达去了。 最终建学校,要不要使用庄稼地,只能听天由命了。 他什么时候学会听天由命了呢?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,可能是他觉得和老丈人做的这件事并不光彩吧,才生出近乎气乃的想法。 第一次有这种失去勇气的感觉,他深吸一口气,胸膛剧烈地起伏了一下,看着抱在怀中的小家伙说, 朝阳,将来什么都可以失去,唯独不能失掉勇气。 河沟那儿带着夏日的风,闷闷热热的,风也没有一丝凉爽劲,随便动动,都能感到浑身冒汗,连着汗衫紧紧贴在身上。 张国金抱着小家伙的胳膊捂出不少汗水,怕小家伙再起了肺子,把小家伙放在地上,解开外面的薄挂子,露出里面的红肚兜。 觉得还不够清爽,索性把挂子和露当裤全给脱了,只留一个红肚兜。 张国金就那样搀扶着小家伙的胳膊,试着让小家伙往前走一走。 走得颤颤巍巍,一双小腿还使不上劲,多练习练习就好了。 这几天里,一有空,就会带着小家伙来合钩玩,有时候杨官会来放羊。 那是小家伙最开心的时候,最喜欢和那群小羊玩耍了。 同样的,在这几天里,村子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平静,可以说暗流涌动。 当然,是为了让那些异性村民让出坟地来建学校的事,刚开始的几天,大家伙还是好言相劝的。 拿黑老怪说是,虽然抓住了胖老怪,可保不齐黑老怪会回来报复,学校还是得建。 那人家张国金抓住了人贩子,给村里做了一件多大的好事,不能让人家让庄家地了吧,任谁也不好意思去说的。 坟地是乱葬岗,没了就没了,甚至坟地里有埋的人家都已经绝了后了,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,留着也是白瞎土地。 想挪坟的,大不了村里出钱,给补偿。 好说歹说,总算有一半的异性村民同意了。 明万不灵的,姓杨的那些村民也就不准备给好脸色了。 反正你们老祖宗就是来杨家庄逃荒的,占的地也是杨家庄的,你们要是不同意,那就滚出杨家庄。 姓杨的人多,还怕这几十户异性的村民,给你好脸子你不要,非要坏脸子。 自始至终,魏光明没参与一下,他当然是知道这几天杨家庄暗地里发生的事,最后都摆到明面上了,可魏光明始终没打算问世。 有异性村民上村委会来找他,他也是躲着不见。 没办法,有些事是真的没办法,顾前不顾后,总之顾不了两头,魏光明清楚地知道,在村子往后发展的道路上,这样不公平的事可不是就结束了。 而是刚刚开始。 以后开采煤矿的事是大事、安置、补偿、员工等等一切,没有一件是小事。 既然是大事,是一个大集体,谁都难保证做到百分百的公平。 所以,魏光明天天躲在村委会睡大觉,村民的事就让村民自己去解决,不到万不得已,他是不会主动出击的。 虽然自从上次在人贩子被抓那一天见了魏光明,这几天,张国金一直没有见魏光明,两人也没做过深入的交流。 他也没有上村委会找过魏光明,似乎有一种无言的默契,两个人的想法高度一致,他和魏光明一样,静静等待着。 结果是在十天之后出来的,用了这么久的时间,可想而知,过程有多艰难。 好在最后的结果和魏光明的预判一样,也和老丈人三个月之前的预判一样,异性村民同意让出老祖宗的坟地用来建学校了。 关于那个逃走的黑老怪,村里人再也没见过。 偶尔坐在院门口闲谈的时候,想起来才会说上两句。 这一天晴空万里,连太阳也不似前段时间那般炙热,就在昨天下了场阵雨,显得今日清爽了不少。 河沟里的那条小河因为下了长雨的缘故,上涨了不少。 而在河沟两岸栽满了一排排的大阳树阴凉下,有不少三五成群的村民在地上铺上草席,坐在那里打起牌来。 一到了夏天,村民打牌的战场会从庄里转到阴凉的阳树林子下面, 以前都是去南地,也不知道今天是咋个了,全都跑到距离东地不远的阳树林子下面了。 可能是距离北地也不远,北地不是准备建学校了吗? 前一末画般的,村民打牌的战场搬到了河沟的阳树林子里。 这一迁徙的现象好像阳官的阳群一样,从上游跑到下游,又从下游跑到上游。 张国金注意到这一现象,特地做了几张桌子,白哥问做那么多桌子干什么? 张国金咧开嘴回答,说有大用处。 做好的桌子从院子里搬出来,绕过姐挨着的小麦布,往后去,也就是小麦布向东一点,是打麦场。 打麦场再往东北偏个十几米,是一片阳树林子,搬过来的桌子就放在那里。 张国金抬头看了看顶上的阳树林子,遮天蔽日的,没有风的情况下,一片片碧绿的叶子静静地挂在树枝上。 低下头,又看向东北偏北方向,几十米外,是村民临时组建的排场。 张国金似有所想般地点点头,回到小麦布,让白哥给他拿点钱。 白哥问,拿钱做什么?张国金又咧开嘴,说有大用处。 在白哥疑惑的眼神中,他还是从钱盒子里拿出一些钱给了张国金。 张国金觉得不够,又从钱盒子把大票子给拿了不少。 白哥问,要那么多?你到底有什么事?回来你就知道了。 张国金说完,头也没回地抄起老旧的自行车奔了镇里。 一路自行车的脚材子登了冒烟,赶到镇上仓库找到老刘,把拿来的钱全部给了他。 老刘,以前来的时候见你经常跟别人打麻将,你也给我置办两副麻将呗。 麻将?你要他做什么?想打牌啊?正好,你好不容易来一趟,要是想打牌,我和上两个人。 谁要和你打牌,我一天天的可没你这大老板清闲,赶紧给我弄两副,我有用,钱要是不够,你先给我垫上,卖了货还你。 那不碍事,我就是,好奇你弄麻将做什么,还一下弄两副,那玩意又不便宜。 让你弄,你就弄,我还有事,得去制冰场一趟。 张国金急着走出门,临到门口,他又回过头嘱咐一遍,老刘,你得尽快啊,我等会来拿。 老刘忙不迭地点头,哎哎,你咋要个这么急? 火烧屁股了都,赶紧的,改天请你吃饭。 放心,分分钟给你拿过来,你一会来取就是。 张国金没再说话,抄起自行车往前推了两下,大腿一胯向着制冰场赶去。 制冰场位于镇上的最西边,现在正是热的时候,离老远都能看到制冰场门口排起了长笼,都是十里八村游街下乡的散贩子来进货的。 进货的人实在太多,想几也几不进去,张国金只好老老实实地在外面跟着排队。 百无聊赖之际,他就和周围的贩子闲聊着,听人家说下午要去哪个乡下六香去,还有人说哪个乡下的人有钱喜欢吃带早的,哪个地方的人连跟冰棍都不舍得吃。 那样的村里就别去了,去了也是白去,空跑一趟,卖不几个钱。 张国金下乡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不是舍得不舍得的问题,实在是因为那样的村子太穷,压根就没钱去买。 闲聊的时候,排队等待的时间也就不觉得那么煎熬了,随着长队越来越往前靠近,终于轮到了张国金。 里面有个穿着白大褂的妇女,直接问道,要啥?这么多贩子都在等着进货,人家可没闲工夫跟你扯别的。 冰袋水,来个三十代。 张国金也干脆地回答。 一块五。 穿白大褂的人一边从凉水池子里数着冰袋水放进塑料袋子里,一边跟张国金说了价格。 一块五。 上一年不是三分钱一袋吗? 上一年来买的时候,还是这个价格呢? 他卖也就卖到五分钱一袋。 你都说了是上一年,今年涨价了,你看你,我刚数到哪儿都忘了。 妇女把刚才数好的一些冰袋水釉全部抖落到池子里,颇为不耐烦地说道,你到底要不要啊? 别等我数完了你再不要,赶紧的,后面还有很多人呢。 要,要。 五分钱也得要,才一年的功夫,涨价长得这么狠,那也得要。 妇女赎好了冰袋水,把装满的一个塑料袋递了过来。 还要别的吗? 冰棍。 张国金接过来,一边给他拿钱,一边说,不要了。 滴溜着一大袋子冰袋水来到外面的自行车跟前,迫不及待地拿出一袋放在嘴边,用牙齿咬掉一脚,狠狠地作了起来。 一路上骑得太快,口干舌燥的,连喝了两袋冰袋水,才摸着肚子舒服地呼了口气。 就是好喝,怪不得小孩喜欢,这玩意太甜了。 剩下的他没有再喝,把塑料袋挂在车把上,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老刘那里,取走两副麻将。 临走的时候,张国金想起什么事的一拍车把,光顾着买东西了,差点忘了正事。 老刘问,咋了? 张国金把自行车重新载好,走上前说,老刘,还得麻烦你个事。 啥事?你尽管说,咱俩这关系,说麻烦太见外了。 是这样老刘,最近这两天我想了想,你看你能不能找点路子,给我小卖部弄点香烟卖。 老刘眯起眼睛,国金老弟,这玩意可不是谁想弄就能弄,想卖就能卖的。 你小卖部平时卖点零食,生活用品啥的部也挺好,咋突然有这想法? 嗨,这不是想为助人吗? 村里很多村民都爱抽烟,上了年纪地抽那种长烟锅,下面掉个装烟叶的小布袋。 年轻人喜欢抽卷烟,可成盒的香烟舍不得抽,平时也就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会买上两盒。 大部分时间都是买烟叶,用小孩的书本只卷着抽。 想法是好的,我倒也能给你弄来,但你可想好了,这玩意也不便宜,只怕不好卖。 嗯,我知道,你给我尽点便宜的就行,不用多贵的,就咱这边人喜欢抽的平价烟,我不要多,三条两条的就差不多了。 行,咱这人脉还是有的,这是包在我身上。 哎呀,我看你这是要往大了干啊。 小买卖,跟你这大老板比不上,那我先提前谢谢你了。 我还有点事,得赶回杨家庄,就先走了。 哎,好嘞,路上慢点。 回去的路上,又是一阵风采,到了冬地,火急火燎的样子被白哥看在眼里,还以为让狗拈了。 张国金下了车子,从塑料袋里,掏出一袋冰袋水递给白哥,快,趁着还有凉气,赶紧喝了。 白哥颠在手里,用冰袋水贴小家伙的脸,立马小家伙觉得突然一凉,把脸撇向一边。 我不爱喝这玩意,你拿钱就是去买这了,是不是又想去六香卖? 不是,这次不卖,请别人喝的。 白哥感到纳闷,看了一眼塑料袋,鼓鼓囊囊的一大袋子,这么多,得不少钱吧。 谁这么大面子,会让国金专门去镇上买来冰袋水? 国金,你要请谁喝啊? 张国金嘴里也含了一袋,牙齿咬破的瞬间,猛吸了一口,嘟弄着说,请河沟杨树林子里打牌的村民喝。 张国金说完,咸咬的口小喝不过瘾,抓住冰袋水又朝着破掉的位置咬掉不少。 这下好了,用力一捏,一整袋冰袋水很快送进肚子里。 他没有和白哥解释太多,不能再耽搁了,一路子可不尽呢。 塑料袋装的冰袋水,都没原先在人家制冰肠水池子的时候凉了,他得赶紧拿给那些村民喝。 即使院子里有井水,打上来水,往里面一泡,换上几次,也能重新把凉冰袋水。 可那要等上很长时间,他等不及,想尽快地去和那些杨树林子下打牌的村民谈上一谈。 提上冰袋水,顺着河沟走了几十米,张国金一路下到杨树林子里。 离近了,有人认出他来。 是国金啊,来看打牌呢。 主动向张国金打招呼的是二蛋坝,扫了一圈,张国金基本上都眼熟,能叫上名字的也有不少。 二蛋坝,货牙子,瘸子,解放,大牙,反正南地,西地的村民都有。 是的二蛋坝,你们怎么这几天跑着打牌来了? 张国金一边随口问了句,一边趁手往塑料袋里摸,拿出的冰袋水一一分给那些打牌的村民。 有的大人带着孩子,不舍得喝,就给了小孩,幸好张国金买得多,基本上每人都能有一袋。 叫解放的年轻汉子说道,这不是说准备在这北地建学校吗? 大家伙想着以后这边热闹,就把牌场转移到这了。 国金,我今天可没赢钱呢,你这冰袋水等我赢了钱再给你。 瘸子说,不用给,我请大家伙喝的。 不少村民愣了一下,随即明白过来似的说, 哎呀国金,你不用把庄稼帝的事挂在心上,那是大家伙应该做的。 是国金抓住了大家费尽多少心思都没抓住的人贩子, 给村里,给孩子做了一件大好事,再要人家的庄稼帝,肯定不合适了。 张国金请大家伙喝冰袋水,一方面确实是出于感激, 一方面他有着自己的小目的。 瘸子疏,解放,那个二蛋霸,你们在这里打牌热不热? 不热,凉快着呢?凉快是凉快,可你们老是坐在凉席上, 一整天扭着身子,时间长了受不了吧。 二蛋霸赞同地说道,那可不,晚上都是婆娘自己动。 玩笑的话,引得一圈村民大笑出声。 等大家伙笑完了,张国金才说,那要不,往我那小麦布后面的林子里搬一搬。 我还给大家伙用歇旧木头做了几张木桌子,板凳也有不少, 坐那打牌不累,省得凑着身子难受。 张国金以为,在有板凳桌子的情况下,大家伙肯定乐意过去。 没想到,有几个村民因为有所顾虑给拒绝了。 国金,不用,你不打牌不知道,大家伙打起来牌吵着呢。 是类国金,我们在这就行,省得在那吵你。 说实话,他们在打牌的时候,总会不自觉地大呼小叫, 因为这,从南地被撵过来的。 说东地,北地这边人少,让来这边打。 北地还都是坟地,他们不乐意去,觉得晦气,影响手气, 就来到距离东地不远的杨树林子。 张国金哪里会放弃,知道大家伙是在顾虑他, 为了打消大家伙的顾虑,只得拿出最后一招。 我张国金是不怎么爱玩牌,说实话, 斗地主都玩不好,对打牌了解的不多, 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玩过麻将。 麻将?那肯定玩过,南地的老四家就有一副, 就是他家婆娘太厉害,闲在他家吵着他了, 最后把麻将给藏起来,不让玩了。 这娘们,老四就该使劲伴他。 谁说不是呢?说实话,还是麻将打得过瘾。 那可不吗?大家伙先静一静,听我说一句, 我刚才去镇上弄了两副麻将, 就在我小卖部后面的卖场那里,也不热, 跟着差不多,大家伙看要不还是去那打。 一听张国金竟然置办了两副麻将, 村民惊讶地同时觉得国金这娃子为了感谢他们, 咋这么下血本?国金,你真没必要, 你看你花那么些钱,不是说了吗? 庄家弟的事你别挂在心上。 是啊国金,你把麻将退了吧,到时候确实吵人。 吵人倒不至于,打卖场旁边的杨树林子距离小卖部二三十米远呢, 又不像是在老四封闭的屋里面,外面空荡,不会吵人的。 村民一边想去那边,坐着打麻将,一边又有所顾虑,怕吵着人家国金, 毕竟他们这伙喜欢打牌的,就是被人家从南地撵过来的。 村民最终决定还是不去小卖部那里了,讨谁闲,也不能讨人家张国金闲。 看着村民明明想去,又因为顾虑不愿意去,张国金只好道出实请。 大家伙会错我的意了,我其实让大家伙去我那打牌也是有私心的。 我想着给大家伙提供一个打牌的场地,同时呢,大家伙也能给冬地带来人气, 顺便我小卖部也就有了人气。 从老刘娜学会不少,甭管大生意还是小生意,人气永远是第一位,有了人气生意才会经久不衰。 二旦爸率先站起来,他确实在那蹲不住了,那样坐着又窝肚子,滋味不好受, 谁叫他喜欢打牌呢,再难受也得忍着。 二旦爸说,嗨啊国金,原来你是这么个意思,你要是说人气,那你算是找对人了, 别看咱们这些打牌的,到哪人都嫌烦,可到哪,那就是人场。 有人场,就会有更多的人围着,即使不打牌的,也爱看个热闹。 学子也站起来,招呼大家伙说道,那咱去国金那打牌,人家国金给咱桌子板凳的, 还有麻将打,那咱正好给人家聚聚人气去。 总算是请动这些大佛了,要是以后在小卖部形成了牌场, 那以后来这玩的人也就多了起来,顺带着就能卖出不少东西。 还有打牌的这些村民,免不了可乐饿了, 他这小卖部都有吃的喝的,也能卖点东西。 最主要的是,人气慢慢就来了。 村民听到张国金的话,终于不再顾虑, 你请我愿,双方都有好处的事,那就去呗。 而且还有麻将打。 呼啦啦的村民全都起了身,向小卖部后面的打卖场走去。 张国金跟在后面和二蛋爸说着话,顺着河沟走的时候, 眼睛里突然闪现出一抹白色。 他不自觉地扭过头,看向刚才村民起身的位置, 喝完的冰袋水正是白色的塑料皮带子, 喝完了,也就随意地丢弃在地上。 看着很不得劲,张国金皱紧眉头,也没想出到底哪里不得劲。 二蛋爸喊道,国金,发什么袋,快点走啊, 大家伙都等着你拿出来麻将牌呢。 诶,好,这就赶上。 张国金最后望了一眼那片白色的袋子, 很快在二蛋爸的催促下上了河沟, 来到打卖场旁边的杨树林子里。 拿出崭新的麻将牌,大家伙甭提多高兴了, 纷纷念叨,以后可算有地方打麻将了。 这玩意比纸牌好玩,过瘾得很啊。 过瘾归过瘾,张国金也准备对这些喜欢玩牌的村民有个限制。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不能通宵, 他是知道打疯了的人,常常通宵玩。 太影响人家家里了。 搞不好,他这小卖部能被人家婆娘砸了。 虽然不至于真的被砸, 但玩归玩,图一乐就行,绝对不能影响家里。 农闲的时候,又没啥精神上的娱乐活动, 打牌成了村里汉子唯一的乐子, 因此哪里是牌场,哪里常常会聚集很多人。 村民当然同意张国金的说法, 也知道打牌归打牌, 干活的时候就要去干活。 拉开两张桌子,四人一桌, 分成两扑人, 人多,人手绝对够, 剩下的那些也不打纸牌了, 纷纷围在周边看人家打麻将。 会的在旁边磕着瓜子, 时不时指点两句, 不会的就站在那里认真盯着, 时不时问上两句。 打牌的氛围很好, 偶尔兴起的时候会拿麻将砸桌子, 幸好这地方空荡, 在院子里的时候也听不出吵闹, 都被河沟上的风带走了。 可慢慢地, 打了几圈牌下来, 有围观看打牌的村民发现, 河沟上的风带来一个女人。 那女人身段高挑, 又臃肿, 走路姿势算不上利索, 好像是个怀了身孕的女人。 看牌的村民凝住脸色, 咦,那女人是谁? 二柄。 解放打下手里的牌, 瞟了一眼说道, 好像是马寡妇。 糊了。 二蛋爸把解放刚打出的二柄, 放到自己面前。 解放咒骂了一声, 果然这扫把星一来, 我就倒霉。 大牙调侃了剧, 还不是你以前晚上老想着人家, 没运缠身了吧? 瞎扯, 我想他。 解放不满地嘟囔道。 张国金已经起身向着小迈步走过去, 将近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马寡妇了, 如今突然到来, 还挺着大肚子, 肯定是有事吧。 挺着大肚子的马寡妇, 身材臃肿, 再也不复之前那样瘦高的身段。 都说跌高, 高一个, 娘高, 高一窝, 马寡妇驾到的那户人家, 身材矮小, 如今娶了高挑的马寡妇, 算不算祖上烧高香了。 可能因为挺着大肚子的缘故, 马寡妇走的步子很慢, 但张国金看出, 他是因为犹豫才放慢了步子, 想必是注意到小迈步后面打牌的众多村民。 现在小迈步后面成了杨家庄新的牌场, 都知道张国金这里有空地可以打牌, 还专门弄了两副麻将, 没多大会功夫, 吸引了不少村民的到来。 刚到半下午, 就已经在打卖场旁边的新牌场围满了村民。 马寡妇一直都怕见人, 这全然因为他悲惨的经历, 见不得光似的。 看出马寡妇的悲怯, 张国金主动上前喊了声马姐后, 避开牌场上村民的视线, 把马寡妇带到了小卖部, 白哥正在门前抱着小家伙玩。 他也挺惊讶, 马姐, 你怎么有空过来? 哎呀, 你这都显怀了。 马寡妇淡淡地微笑, 好久没见到白哥, 他也怪想得慌呢。 可不是吗? 一天比一天明显, 到现在都得挺着走了。 幸福吧。 白哥是发自内心的, 作为母亲, 他更能体会有孩子的幸福。 幸福吗? 算是吧。 和白哥不一样, 马寡妇说得比较淡然, 甚至夹杂着一丝无奈。 谁都清楚, 这孩子不光彩, 幸福的那种感觉也就没那么实在了。 看向露出苦相的马寡妇, 张国金有点替他感到悲哀, 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? 他明明有另一条路可以走。 后来, 张国金才渐渐明白, 可能马寡妇意识到, 无论哪条路, 都不会顺着他的意思走下去。 不如生个孩子, 多一点对人世间的留恋, 要不然, 可能再看露天电影的那一晚, 他就死了。 转移了下话题, 张国金问, 马姐, 这么大老远过来, 是有什么事吗? 只见, 他张了张嘴, 想说点什么, 最后只是说了点客气话。 没, 没啥, 我就是好久没见白哥了, 怪想得慌, 想着来看看。 白哥也开心, 马姐, 你要是想我了, 让人捎个口信, 我和国金去看你, 省得你挺着大肚子不方便, 这么远路呢。 不碍事的, 人家医生说了, 经常走动走动, 对肚里孩子好。 扯的都是家常话, 张国金其实知道, 马寡妇来肯定有原因的, 只不过, 可能因为他在的缘故, 马寡妇不好意思说, 还是不想说。 张国金说了句, 我去后边看人家打牌去。 走的时候, 马寡妇和白哥还在闲聊着。 到了牌场, 本来还在小声议论的村民看到他来了, 全都自觉地收起话来。 白皮, 八条, 碰, 放哪, 放哪, 这啥急, 牌都给我摸臭了, 哎, 这牌不赖, 单掉一张, 你们可小心点, 别让我自摸了。 打牌和看牌的村民都知道马寡妇来了, 可他们没准备去问马寡妇来的目的, 张国金也没打算主动去说, 事实上, 他也不知道马寡妇大老远来一趟是干嘛来了。 真像他说的那样, 就是单纯地想白鸽了, 来看看他, 这种客气话, 张国金还是能听出来的。 大概过了一个多钟头的功夫, 二旦霸赢了钱, 让张国金给拿两斤瓜子。 赢的基本上都是解放的钱, 解放年轻, 也就是, 今年刚学着打牌, 对于没摸过几次的麻将, 他是弄不过二旦霸那个老牌油子的。 剩下的两人, 基本上保持不输不赢的状态, 显而易见, 解放输的钱, 最后都跑到二旦霸那里了。 两人还是邻居呢, 解放有点气不过, 你自摸赢钱也就算了, 为啥总要点我的炮。 老是赢他自己, 让解放心里很不得尽。